哈囉大家好 疫情即將滿三年了 也終於在今年2022的10月份開放國境 改為零假期免隔離囉 相信大家聽了這個消息後 最期待也最想馬上提起行李箱 說走就走的國家一定有日本 那說到日本 著名的迪士尼樂園肯定是不能錯過啦 所以今天就要來教大家 如何在東京迪士尼的官網購買門票囉 今年迪士尼取消了現場實體票的購買 只能先在網路上購買好電子票 那以往大家可能會選擇在 KKdays或者是客路等等的購票網上購買 畢竟是台灣的網站嘛 訂票、付款等等的也比較方便 但是應該是因為剛開放太多人搶票了 所以這兩個購買通路上的票券 直到今年底都已經售完 只能乖乖的到官網上購買囉 首先我們先進入東京迪士尼的官網 在票券資訊的分頁 選好要去的日期還有樂園種類後 會彈跳出視窗讓你選擇票券種類 如果你是想去唱完一整天的話 選擇一日護照就對了 如果只是想去看看遊行體驗一下氣氛就好 可以選擇傍晚護照 下午5點開放入園 而且是陸地海洋樂園都可以進入喔 選擇好後就會進入到 Disney Tiki的網站 基本上都要等超過一個小時 那下面會給你預估的時間 不過要注意這個時間是東京的時間喔 等了好久終於進入到頁面啦 沒錯又要重新選擇日期 可以先看到右上角有語言 可以選擇繁體中文 票券分成三種 有套票、飯店跟園區 那我們是選擇園區的選項 接著選完日期後會有取票方式 只能選擇自行列印 宅配只有日本本地可以選擇 點擊後就會進入漫長的轉圈圈環節 基本上在這個網頁裡 會一直頻繁的轉圈圈 不是你的電腦或是網路問題 就只能慢慢的等待 接著就會回到票總選擇 一樣選擇你要得票總即可 那目前Disney有優惠 所以會多一個選項 選完後來到樂園選項 嗯沒錯 你會發現直到這個步驟 才會告訴你沒有票了 這時候只好乖乖的上一頁 選擇別的日期囉 選完之後會彈跳視窗 告訴你一些注意事項 那主要就是兩個重點 一個是付款方式 只能是信用卡 第二個是一次購票的上限張數 是五張 完成後就來到我個人認為 最最最麻煩的步驟了 就是申請帳號 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帳號 所以第一步呢 先選擇Outside Japan 接著填寫基本資料 這邊呢都算是簡單 登入後會進入個人資料填寫頁面 這邊呢有幾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是資料全部都要用英文輸入 然後在名的欄位 名字之間呢是不能有間隔的 會輸入失敗哦 電話填寫886開頭的手機就好 不要加加號 輸入失敗基本上就會跳回到 最一開始的等待畫面 又要再等個30分鐘到一個小時以上 直到出現確認的頁面才是正確的 接著又要再一次重新選擇日期 唉我怎麼說了又呢 登入完之後非常有可能遇到你邊選邊等 好不容易轉完全圈之後 跟你說抱歉伺服器過載請重來 只好不斷一直輪迴一直重來 真的不是電腦或是網路的問題 就是那麼難定 直到出現選擇付款的這個頁面 才算是水到渠成 到這邊基本上就不會失敗了 只要記得用信用卡付款就好 確認完就能完成購票囉 最後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吧 這次訂迪士尼的票 總共花了我7個小時 可能也是因為第一次訂 所以走了很多的冤枉路 重新等待了非常多次 所以呢就想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有機會可以掃走一些冤枉路 希望大家都能訂到票 開心唱完迪士尼囉 下次見吧 掰掰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可惡 請問一下 可惡 我會有機會 請問一下